由于我每次吃东西的时候 他俩总是会凑上来 一号选手就位 二号选手就位 不能吃 不能吃 是吧 一直想凑上来吃 我实在是饿不过他们 我去做一个你们好吃的好不好 先是十八的 把冻干切成薯条的样子 再把饮料偷偷换成猫酒加水 宝宝的薯条就用苹果来代替 别说啊 还挺像的 你们的薯条饮料套餐来咯 好喝吧 自从十八看到宝宝用奶瓶喝奶后 就对奶瓶特别感兴趣 今天我们拿了瓶猫酒 再试着倒到奶瓶里喂十八 这家伙果然喝得停不下来 为了不让他喝太多 我们就把他放冰箱了 没想到他看到后 居然就蹲在冰箱边 拿都拉不走 还一直跳起来巴拉冰箱 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 这次让他喝了个够 由于上回我吃东西的时候 他们围着我馋着也要吃 我给他们做了一份专属薯条和饮料 结果今天我正准备吃串串 他们又过来了 一号全场就位 二号全场就位 干嘛干嘛干嘛 这个你们也不能吃的 看他们就这么一直围着 我给你们做个专属串串吧 先做个十八吃的串串 把牛肉串起来 竹签签的也剪掉 防止出伤 再撒上灵魂酱汁猫薄荷 搞定 再吃宝宝的先在米饭里加上海苔碎 再放到遥远工具里 用力的弹塌 你就得到了圆圆的饭团 最后串成串 搞定 你们的专属串串好咯 好吃吗 上回我开了个榴莲 想拿给十八和宝宝吃 结果十八闻到胃立马跑开了 后来他看到宝宝吃了后 一点都不敢靠近宝宝了 这次再来个螺丝饭 看看他拿什么反应 来来来吃好吃的了 十八你闻闻香不 宝宝你来 这可好吃了 吃了保证十八更喜欢你 你快到十八面前哈口气 让十八闻闻你的香味 这就站住在这种十八 别跑别跑 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带着宝宝和十八出来玩 我想象中的画面是这样的 可现实确实 这就站住在这种十八 别跑别跑 你这是要累死我呀 你一边 宝宝你也别走你也别走 为了控制住他 我想到了美食要活 看你还跑不跑 看你那想吃的样子 今天你不乖 就给你吃三秒 好时间到 我还要我还要 你以后还跑不 不跑了 当麻和猫遇到超大猫薄荷球 开始我还以为 只有十八会对这个球感兴趣 结果宝宝看十八玩得这么开心 也过来抢着玩 而十八在猫薄荷的刺激下 完全是去了控制 正当我以为 他们会因此关系绝对时 没想到宝宝想到了一个 和十八玩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